我很高兴能与社区发展理事会的五位市长和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的杨向明会长 一起通过网络平台,推出社理会的生活补助券计划 这些年来,社理会与社区互相合作,在加强社区凝聚力和帮助弱势群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冠病疫情影响了许多家庭和企业 社理会所推出的总值2000万元的补助券计划 未有需要的国人提供及时的帮助 这些帮助,多达40万户新加坡家庭 减轻生活开销,同时也带动邻里商家和小贩的生意 国人可在全岛2500个参与计划的商家和小贩摊位 换取食物、必需品和服务 我之前在预算案中宣布给予社理会的7500万元的拨款 这项补助券计划是其中的一部分 接下来的日子 若有很多不确定性 许多国人可能面对更大的压力 为工作保障和家庭开销担心 除了社理会的援助 政府还推出了许多其他措施 来帮助国人 如加强版的关怀与援助配套 政府也不遗余力 为国人创造就业和培训机会 保工作和保生计 我有信心 在社理会等机构 与社区紧密合作 同舟共济 我们一定能一起度过难关 让我们互相扶持 成为更团结、更坚韧的一代 感谢感谢观看 郑